消防隊員 穿上全套防護設備 準備出發 執行救援任務 防疫分隊每次出勤 從著裝到出發 都很費時費力 如今竟傳出 有民眾謊報檢疫身分 擺了消防隊員一道 議員到防疫分隊視察時 接獲投訴 25號深夜 有一名女子報案 她向消防隊員說 自己是居家檢疫者 身體出狀況 需要就醫 弟兄們花了半小時 火速換裝 準備出發 事後南方才承認 只是小兩口吵架 消防人員當場傻眼 發現之後 他們其實已經穿戴完璧 因為要搶時間 所以不僅是精神上 時間上浪費 同時對於医療的耗材 也是一種浪費 新北市居家檢疫的人數 高達15000多人 消防局成立8個防疫分隊因應 每回出勤都得耗費半個小時穿上裝備 過程還需要好幾名同仁幫忙 從上到下 兩層口罩 護目鏡頭套 再加上兩層防護衣 竟有民眾謊報 浪費資源人力 議員希望建立罰則 特別是在防疫期間 如果說影響到 醫護人員的救護工作 浪費他們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要訂定一些罰則 讓這樣的行為被遏制 抗疫期間 防疫分隊每次出勤 都在和時間賽跑 情侶吵架 卻害消防隊員疲於奔命 這種玩笑實在不能亂開 記者潘家宜成玄 新北市報導 記者潘家宜成玄